彰化的部分新增9例确诊 3例是水果贩卖商的传染链 4例是台中彰化社区的这样的社交群聚 还有一例是马祖移入的单一个案 以及一例感染源代查 而在晴天 县福在西湖南地进行二次筛检 检测的219人都是阴性 要自主健康管理 但县福还是呼吁大家戴口罩 做好相关防疫措施 30号彰化县新增9例确诊个案 分别有三例是水果贩卖商的传染链 4例是台中彰化社交群聚 造成家庭群聚 另外一例是马祖移入单一个案 还有一名感染源代查 有一个马祖的一个个案 彰化的这个应该是女儿 他们是朋友 然后来彰化传染给妈妈 而台中与彰化社交群聚 是小女儿台中的朋友 在19 20号到彰化做客 21号发病 24号确诊 造成小女儿小女儿5岁的外甥和父母 4个人确诊 小女儿与男友同住 相关人员都匡列裁剪 台中确诊那个个案的时间 跟那个跟地点 跟KTV那时候的发生的时间 跟地点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们研判是在那一波 有一个感染在进行 然后就这样带回到彰化 另外西湖南底社区29号 进行二次筛检结果出炉 检测的219人结尾 阴性不过依旧是疫情热点 县府呼吁民众 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而彰化线也启动 10家医院快筛检测站 那从今天开始 不论你有没有旅游史 或者接触史 你到了这一些医院 做急诊的话 只要你的呼吸道 或者有其他疑似的症状 经医师这个评估以后 余力进行所谓的PCR 核酸的一个检测 疫情持续延烧 王惠美也表示 希望民众减少跨县市往来 降低人流阻断病毒感染链 接着带入冒状化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